各位兄弟戰會,我們已經好幾天連續讀這個若望的第六章 嚴肅的生命之良的言論 今日可以說是告一段落,到了最後 比對在開始的時候所發生的事 耶穌和群眾中間所產生的互動 發現這個轉變真的很令人匪夷所思 開始的時候眾人都找到他,周圍去找耶穌 大家想擁大他為王 不過到了今天,大家覺得他說的話很難聽 聽不入耳,要走,不是群眾要走,是門徒 門徒也要走 很生涯 耶穌說自己是哪一位呢? 耶穌顯了奇蹟五餅二元,吸引了很多人 願意來跟隨他 但是耶穌提醒他們,他不只是一個行奇蹟的人 奇蹟裡面有信息的,有意義的 所以是一個神蹟來的 若望用這個詞,神蹟有更深的意義 耶穌不只是一個很懂得講道理的人 IQ很高的人 或者很有理想的人 或者說話很有感染力的人 都是,不過不只是這樣 他們反感什麼呢? 因為耶穌說自己是唯一的 如果你不來我這裡 你得不到生命 你所有所做的一切都白費 唯有祂才是生命之良 唯有祂才能解除人真正的機殼 你是誰啊? 你是誰啊? 要我將一生交給你? 很反感 是你說的好聽 是你說的好好的道理 你都顯示奇蹟的魔術 都很厲害 不過你是誰啊? 耶穌是誰? 教會安排我們讀這個 若望第六章 特別在復活期之後連續讀 復活期之後 正正要告訴我們 耶穌是從死中復活的那一位 祂的說話是 我們要相信 祂就是天主 好難聽啊 我想在今時今日都是一樣 我們這個時代說什麼? 交談啊 多元啊 是不是? 不要這樣 真的不能談啊 你說自己是 是擁有真理的 這是唯一的 好像 怎麼能放下 我們大家坐下來聊天 交談交談 不過 交談原來不是沒有原則的 多元原來不是沒有真理的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只是在那裡聊聊天 大家開心 好朋友 但是 我們不知道人生走到哪裏 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基礎在哪裏出發 現在不是說 是不是好人 大家聊聊天 不要那麼 使別人反感 不是這些事情 但是到最後 我們生命的基礎在哪裏呢 在第一篇讀經 中文大事錄呢 法德錄恩著耶穌的名字 醫好人 復活死者 這裡不能說的 你不能說 耶穌什麼 不是 你用耶穌的名字 天主的名字 天主的能力 祂是神 祂是天主 祂用祂的說話 如同祂所說的 從社中復活了 正如祂所預言的 祂從社中復活了 所以祂的說話 是值得相信的 祂是天主 所以說 唯有祂有永生的說話 我們要投奔誰呢 祂不單單是一個懂得說道理的人 不單單是一個很有感染力的人 不單單是一個很有理想的人 而且祂是天主 所以阿大納修為了祂 幾次被流放 不怕 因為祂是天主 完全不同 只有祂有永生的說話 為何大家坐在這裏 各位修生 不單是因為我想做神父 所以我坐在這裏 而是因為我 經過面別之後 我體會到 是天主叫我 天主叫我 很不同的 不單是我想的 不單是誰說 你不如去修院看看是否做神父 不是的 天主叫我 值得將我一生交給祂 唯有你有永生的說話 我投給誰呢 為何我們一大清早起床 很多人都這幾天假期還未起床 一清早起床 開了個電腦 對著那個螢光幕做甚麼 人家起床我又起床 人家坐下我就坐下 人家虔誠祈禱 我又虔誠祈禱 因為現在在疫症之下 這個方法是沒有方法之中 都可以用的方法 幫我維繫我這個信仰 幫我去回應天主對我的愛 唯有你有永生的說話 我們是投奔誰呢 各位姐妹 這個是我們的信仰 我們的信仰是根基 我們人生唯一的忠向 投奔祂信賴祂 相信祂因著愛來到我們中間 唯有祂有永生的說話 我們是投奔誰呢 請到個月 我們早就來吧 我們想做個月 我們做個月 我們做個月 這段一個華為